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使用红兰卡的长者们要注意了 一年一度的红兰卡转换期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还剩下最后几个礼拜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您选择的计划将在明年使用一整年 因此一定要慎重的考虑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 华兴保险起因健保规划师Vinny 来座谈我们的节目 为大家讲解一下转换计划的重要注意事项 欢迎Vinny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华兴保险起因健保规划师Vinny 主持人好 你好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每年的10月15号到12月7号这段期间 对我们长者朋友们是非常重要的时间 那么Vinny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对是的 那长者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咯 现在已经是到11月接近红兰卡 投保转换转换期接近要尾声了 那从咱们10月15号到12月7号 就是长者朋友们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红兰卡 开放投保转换期 那在这个期间内您可以转换您的红兰卡保险 那不管是您现在拥有红兰卡的Advantage 计划 又或者说您想要转去Supplement计划 又或者说您有拿不到的药 医生有给您开了新的药 药保险又突然的涨价 那都要抓紧在我们这个红兰卡的转换投保期 来抓紧时间转换了 那特别是像有一些长者朋友们 他们之前拥有了红兰卡 但是他们不记得要购买处方药保险 又或者再加买一个Parsy Medicare Advantage计划 那这些长者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抓紧最后的时间 赶紧在投保转换期来加买一个 处方药保险以及Medicare Advantage的保险 那我还想再问一问 有一些长者朋友们 他对他现在所拥有的HMO Advantage计划的 这个福利内容并不是特别的满意 那么到了明年 他们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呢 是的主持人 那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 那不知道长者朋友们 最近有没有注意到一则消息 就是咱们红兰卡Pars B的保费 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 那今年呢 是有史以来有增长14.5% 那咱们的这个Pars B的保费呢 更是从去年的148块5毛钱的基础线 涨到了今年的170块1毛钱 那相信很多长者朋友们 听到这里都大呼接受不了 因为退休工资 其实可能也没有那么高 那再加上Pars B政府要扣的钱又增加了那么多 那真的是负担特别的重 那在这边呢 跟长者朋友们呼吁一下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像明年2022年 有很多保险公司有推出Pars B 125元的退款计划 那即便是说保费 政府部分的保费有上涨 那但是保险公司呢 贴心的为大家考虑到这一点 那有退保费的Pars B125元计划 那保险公司那边也是不需要您支付任何费用的 那希望这边呢可以给大家就是减少一点 这样经济上的负担 那除此之外呢不仅是退保费 零保费的计划 那它还包含其他的一些额外的福利 例如说像配眼睛啊 牙齿健保 听力检查 还有OTC这样的一些福利 除此之外呢 像处方药保险也是已经含在里面了 所以长者朋友们 一定要抓紧时间 赶紧来转换您的红兰卡保险了 如果说HMO这么好的话 那么还会有人选择supplement这个计划吗 这两个计划应该如何选择呢 是 那相信很多长者朋友们都非常疑惑这个问题 当您拥有红兰卡的时候 到底是要加买一个part C medicare Advantage计划 还是说要加买一个supplement计划 那他们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就是 如果您加买medicare Advantage计划的话 它是有医疗网束缚的 那如果说您想要看专科医生 那么需要您的家庭医生转诊 得到医疗网的批复才可以 那但是像刚刚有提到 那Advantage HMO计划 大部分地区都是零保费的 那明年更是有part B125元退款 还包含处方药保险以及额外的福利 那像supplement计划而言呢 主要是针对有一些客人 他们可能对医生啊 医院啊有一些特定的要求 他们想要去看特别好的医生 跟一些固定的医院 那这样的长者朋友们 就选supplement计划 可能是比较好的选项 但值得注意的是 supplement计划呢 是需要您每个月额外付费 给保险公司的除此之外 还要再加买一个处方药的保险 所以那我们在这边呼吁大家 怎么样去选择一个适合您的计划呢 主要还是看您的经济状况 还有您的身体状况 那如果说您还是觉得很疑惑 那就拨打我们华星保险的电话 我们会为您做一个专业的咨询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对于65岁以上的红蓝卡 那他们如果说想要在转换期 做一些转换 他们还需要注意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是的 这样的朋友们 那么一年一度的转换期 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 在这个期间呢 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那首先第一点 每一年呢 保险公司都会对福利内容 做出一些细微的调整 那相信您应该最近有收到 保险公司寄给您的一些 年度转换的信 那您可以看一下 明年的计划内容 是不是跟今年一样 是不是有一些福利有减少 那如果说您不满意 明年计划的更改 您可以在这个时间内 赶紧联系我们来做一个转换 那第二点呢 就是关于您的处方药保险 如果说您现在处方药保险 明年有一个保费突然的增长 又或者说您的医生 给您开了新的药品 您目前的保险不cover 也需要在现在的转换期 来做一个转换 那么第三点就是 之前有提到的 像有一些长者朋友们 现在只有联邦传统医疗红兰卡 就是红兰卡 没有别的额外的补足保险 也需要在这个时间内 赶紧来加买一个 否则会有终身性的罚款 那第四点就是像我们最近有接到很多长者朋友们的电话 那他们之前的红兰卡是跟一些独立的agent 在外面去购买的 那现在转换期呢 那些agent已经找不到人 也不愿意帮助他们去解决一些问题 那所以这个时候 您可以联系我们华星保险 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可以为您服务 谢谢温宁 今天对我们的详细讲解 那么各位长者朋友们 如果说你们有更多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致电我们的华星保险 他们的电话是626-333-1111 来向他们寻求咨询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